再来看的是台经院今天公布 7月最新的营业气候测验点 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同步上扬 让厂商对于下半年的景气 越来越乐观 接下来渴望出现触底回温的态势 当欧洲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经济不再恶化 台湾的景气是否也能跟着雨过天晴呢 台湾经济研究院28日公布了 最新的营业气候测验点 数据显示解除不例因素之后 7月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营业气候测验点 同步上扬 我们的营业气候测验点 不管是制造业或者服务业 都比6月有所上扬 那么这个在目前的 整个大的国内的趋势来讲 那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前市轴稳 让厂商对下半年的景气渐趋乐观 俄罗斯厂商接单情况改善 接下来景气游望出现 触底回温的态势 欧债问题啊 一些各国这个结构性的改变 那实在是让整个情势的这种变动 是比较的加剧 而且这个预测也比较困难 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 情势没有持续恶化 我们希望在8月份的时候 确实出现各项经济数据好转 我们的营业气候测验点 连续两个月上升 我觉得这样子触底反弹的机会就大了很多 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顺明德警告 尽管7月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营业气候测验点 均呈现反弹 但还是必须观察下个月测验点是否能持续上扬 才能确立景气是否真的已经触底回升 经济日报萧博卿台北报导